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源老师 我们现在来到司法人法学序论第一讲 好那同学请你翻开课本的第一页 来那同学有没有看到序论宪政体系 OK那我一般喜欢从一个宪法的一个宪政架构 从这个最高位阶切入 去了解相关的法律问题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同学整堂法学序论的课程 你会听到老师一直在跟各位同学说 逻辑逻辑逻辑 推理推理推理 好那同学一个法律知识的一个逻辑推理 它必须从上位阶开始切入 你才有办法去推一些法律知识出来 所以同学这个第一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当然往后的法序课程里面 我们讲到相关的法律知识 也会回到第一页来做相关的连结 所以同学第一页你务必要熟悉 我们整个宪政的体系 可以吗 好那同学 那我们现在就从宪政体系开始 来那同学宪政体系底下 你有没有看到宪法 好那同学 那宪法规范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来那同学右边有两个空格 来同学第一个空格你填上去 国家机关组织 好那同学第一个空格 国家机关组织 这六个字填上去 国家机关组织 那同学整个宪法规范哪些国家机关组织呢 那同学他规范了国民大会 也规范了总统 然后呢总统率领五院 也规范了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 那这些中央机关规范完之后呢 宪法又规范了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权力上的分配 OK 所以第一个宪法所规范的是国家机关组织 所以同学这六个字填上去了 好来同学第二个空格重要 宪法所规范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来同学拿出红笔 拿出红笔写上去 人民权利义务 所以宪法第二个规范的是人民权利义务 好 那同学这个人民权利义务用红笔填上去 可以吗 所以整个宪法它规范了两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国家机关组织 例如国民大会总统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 还有中央跟地方的权利分配 然后第二个宪法所规范的是人民权利义务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同学你跟我做一个操作 来同学你在刚才第一个空格国家机关组织 跟第二个空格人民权利义务 这两个网上拉个箭头 同学这两个网上拉个箭头 写超级重要四个字 所以同学你在国家机关组织 还有人民权利义务 写完之后网上拉个箭头 写四个字 写法律保留这四个字 同学我现在就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等下这个概念你听完 可能可以把以前同学你读的法序的一些疑惑的问题 一次可以把它解决掉 好 所以同学你往上拉个箭头 写法律保留这四个字 来同学什么叫法律保留 同学听清楚哦 只要涉及到国家的机关组织 只要涉及到人民的权利义务 只能以法律定制 只能用法律来规范 那同学那这个法律是在哪里 同学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版面 这个法律就是由我们选出的立法委员 由我们人民选出自己的立法委员 进入立法院来制定法律 而这个法律来规范我们人民自己 那同学这样可以吗 所以同学有关国家机关组织 有关人民权利义务才法律保留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法律保留就是由我们人民选出的立法委员 进入立法院制定这个法律 而这个法律来规范国家机关组织 而这个法律来规范人民的权利义务 好这样可以吗 好那同学 这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 我的一个印象 老师读国中读到国山的时候 我几个同班同学突然间 同学国山要毕业之前 他们休学了 那同学他们休学之后呢 做什么事 父母把他们送出国 嘿老师 为什么他们不要在国山毕业 才出国去留学呢 因为同学 在当时是一个威权戒严的时代 国防部 同学听清楚 是国防部有一道命令 这个命令的内容 同学 这个命令的内容就是 满15岁的一男 同学听清楚 满15岁的一男不得出国 所以同学 当年这个国防部的命令 满15岁一男不得出国 造成我同班同学 在国山的时候 他们如果一旦满15岁 就不能再出国留学读书了 所以这时候 国山还没毕业 父母就让他休学 急急忙忙把他送出国 OK 好但同学 你看规范人民 可不可以出国 这是人民的人生自由权 这是人民的权利义务呢 那同学 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在这里 人民的权利义务才什么 才法律保留嘛 所以只要规范到人民权利义务 一定是我们选出的立法委员 来制定这个法律 来约束我们呢 怎么国防部 同学国防部 国防部在这里 怎么国防部可以下一道命令 就限制我们 不得出国呢 所以同学 这个命令 后来被大法官会议 宣布违宪 违法 所以国防部这个命令 是违宪违法的 同学 为什么违宪违法 因为只要涉及到 人民的权利义务 才法律保留 同学 这个法律这样懂了吧 请问命令 行政院 还有各部会的 这些中央机关的命令 可不可以 规范人民权利义务 不行 除非要法律的授权 这我后面会讲到 所以当年 国防部那一个命令 满宿税一难 不得出国 这个命令 违法 违宪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同学 这个法律保留 应该有一点概念了吧 OK 所以来同学 你在法律保留 旁边写中央法规标准法 同学你写的中就好 中标法第五条 同学写这个 写个中第五条 所以这个法律保留 写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五条 同学写个中第五条 来旁边写P58页 来同学旁边写P58页 好 那同学 那我们看到讲义 看到课本讲义的58页 好 同学在58页 你有没有看到第二节 法律内容与法律保留 来同学看第一大点 法律内容 来同学看瓜虎一 来同学前两行 我念一遍 法律由立法院制定 而立法院代表人民选举产生 所以同学刚才老师说过嘛 我们人民自己选出立法委员 进入立法院来制定法律 来约束我们人民嘛 OK 所以来同学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行中间 为了保障人民基本权力 避免行政机关滥权 于是宪法授权某些事项 应以法律做规定 是那法律保留的精神 所以同学 只要是法律保留的内容 就由我们人民选出的立法委员 由我们自己人 来制定相关的法律 来约束我们的权利义务 这样可以吗 所以同学 这个叫做法律 法律保留 保留 法律保留 所以同学 有些涉及到法律保留的事项 请问可不可以行政机关 以命令为之 不可以 OK 来那同学看到第四行 同学把宪法23条红笔画起来 同学你只要画宪法23条就好 你不用把宪法23条 后面内文画的满满的都是 老师 我画的满满的都是 全部都是重点 所以老师 我是全方位在读书 同学我跟你讲 你一面课本 所有的行数 全部都画满满重点 那同学你告诉我 这是全方位的读书 我跟你讲 全方位就是没有方位 好不好 好 所以同学 你只要第四行 画宪法23条就好 那同学你在复习的时候 你就直接可以看到 到宪法23条可以看到内容 来同学我念一遍 以上各列举自由的权利 除了 来同学写个1 第四行后面写个1 为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 再写个2 避免紧急危难 3 维护社会秩序 4 增进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所以同学把法律两个字 刮扶起来 所以同学 以上这四个东西 以上这四个东西 可以用法律 来限制人民的权利义务 同学哪四个东西 如果政府 国家 要防止 妨碍他人自由 要避免紧急危难 要维持社会秩序 要增进公共利益 这时候就可以制定法律 来约束人民的权利义务 但同学 这个法律是 谁制定的法律 是立法院 我们人民选出的立法委员 请问同学 刚才我们写的这1234 可不可以以命令为之 不行 所以当年国防部下一道命令 满数岁一南 不得出国 那同学 他可能是要增进整个 社会秩序跟公共利益 因为满数岁一南不得出国 当时是为了保护国家 所以制定了这个满数岁一南 不得出国这个命令 但是同学 你必须用法律来限制之 好不好 所以当年国防部那个命令 是违法违宪 好不好 好 所以同学看到数第二行后面 如要限制人民自由权利 至少应以法律规定 好 同学 法律填上去 所以同学现在知道 这个叫做法律保留了 所以只要是法律保留的事项 例如关于人民的权利义务 请问可不可以以命令为之 不可以 不可以 同学这样可以了吗 好来 同学看到瓜胡二 来瓜瓜第三行 把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五条红笔画起来 所以同学 你只要画中标法第五条就好 OK 好 那同学 我念一遍 下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 同学把法律两个字刮起来 所以同学这四款 就是法律保留 同学这个考难了 尤其在行政法还有宪法的考题里面 来第一个 宪法后法律有明无规定 应以法律定之者 就要以法律规范之 请问可不可以命令为之 不行 第二个 同学 同学画起来 关于人民的权利义务 来同学 你拿出荧光亮笔 好 同学 你的 你的笔除了有红笔之外 有没有那个粉红色的荧光亮笔 OK 好 或是那个黄色的荧光亮笔 所以同学 你用荧光亮笔画起来 来同学 第二个 也是法律保留 关于人民的权利义务 所以同学 这是老师今天进入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同学 有关人民的权利义务 才 法律 保留 所以同学 这第二点你用荧光亮笔画起来 好吧 来那同学 那我们看到五十九页 来第三大点 荧光亮笔画起来 关于国家各机关组织 所以同学 国家的各个机关组织 例如行政院组织法 立法院组织法 司法院组织法 或是行政法院组织法 或是法务部组织法 这一些国家机关组织 也是才法律保留 也是由我们人民 选出自己的立法委员 进入立法院 来制定这些组织法 这样可以吗 好 第四个 其他重要事项 应以法律定织者 好不好 好 所以同学 这就是中标法 第五条 告诉我们说 这四个 要才法律保留 好吧 那同学 你看第三行 后面画起来 只有立法机关得限制政府的组织 跟人民的权利义务 为什么 因为政府机关组织 跟人民权利义务 在中标法第五条 告诉我们说 应以法律定织 既然是应以法律定织 就是才法律保留 好吧 来那同学 你有没有看到这四款 第一点又来了 宪法后法律 有民文规定者 应以法律定织者 就必须 既然宪法跟法律民文 告诉我们说 应以法律定织 就要用法律来定织 好不好 来同学 第二点 荧光亮笔 再画起来这标题 关于人民的权利义务 这样OK 来那同学看第三点 荧光亮笔 画起来 关于国家机关组织事项者 这可以吗 所以同学 第二点跟第三点 拿荧光亮笔 把它画起来 这两个非常重要 我看到有同学 这个天兵同学 你竟然 我老师说 荧光亮笔 是那种黄色跟粉红色 既然有同学拿黑色麦克笔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拿黑色麦克笔 把第二点跟第三点画起来 就是把这个重点 全部都涂黑啦 拜托你 黑色麦克笔 收起来 如果你没有 粉红色跟黄色的荧光亮笔 你用红笔就好了 好不好 好 所以同学 第二点跟第三点 所以同学 用荧光亮笔画起来 老师不禁自己要笑了 来同学看第四点 其他重要事项 因以法律定制者 OK 所以同学 这四点的内容 你可能要自己读一下 但是你必须了解 我现在讲的重点 什么叫法律保留 这样懂了吧 所以同学 你再回到版面 所以只要是法律保留的事项 必须立法院 制定法律为之 请问可不可以由行政机关 以命令为之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同学 那我们再回到58页来 同学 再回到刚才的58页 底下的刮虎2 倒数第四行的刮虎2 来同学 看到中央法规标准法第六条 有没有 因以法律规定的事项 不得以命令为之 所以当年 老师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国防部这个命令 15岁亦然不得出国 这国防部的命令 怎样 违法违宪 这样可以吗 因为只要涉及到 人民权利义务 要法律规定 因为它是才法律保留 OK 好 那同学 那以上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来同学 你翻到课本的第三页 来同学看到课本第三页 精选试题第六题 来同学看到第六题 来 医师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尚未履行兵役 义务至义男 其出国履行之权利 虽受到限制 但此一限制 不应当以行政命令规定 细因下列合一原则所要求 同学 我们可不可以出国 这是我们的人生自由 所以是人民的权利义务 既然是人民的权利义务 才法律保留 那请问可不可以以命令为之 不行 所以第六题答案是A OK 来同学看第五题 来第五题里面的解析 好来 那同学什么叫法治国原则 同学这个法治国的法 就是我刚才说的法律保留的法 所以只要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 审判机关要依法审判 有没有同学 来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版面 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 这个法就是立法委员所制定的法 司法机关审判机关要依法审判 这个法也就是我们人民选出立法委员所制定这个法 来依法审判 所以同学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同学在我们走向法治国之前 以前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威权体制的国家 是一个君主 是一个国王这样一个国家 那为了怕这个君主还有国王或是威权 他权力过于集中 所以呢 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所以由人民选出立法委员来制定法律 由带领国家行政团队的行政机关 依照人民选出立法委员所制定的法律来依法行政 然后由司法机关 依照人民选出的立法委员所制定的法律来依法审判 因此这样一个法治国才能展现出来嘛 这样可以吗 所以在法治国里面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司法机关依法审判 OK 这样可以吗 这是第一个 好 再来同学 那我们讲一第三页继续 所以呢 这个法治国原则 来同学你先把法治国原则 这五个字 红笔画起来 法治国原则最重要是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行后面 同学两个字把权力分立 四个字画起来 因为同学他避免在走向威权体制 避免在走向君主跟国王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制度 所以呢 我们要把国家的机关权力分立 所以同学我们才分成行政立法 司法考试监察 这五权怎样 分权 而且互相制衡 这样一个情形可以怎样 可以避免国家权力过于集中 而侵害人民的一个基本权力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行 对于行政机关呢 的行政行为也必须依法行政 所以同学把依法行政四个字画起来 好 那同学 那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这个法 就是我们人民所制定的法律嘛 好 人民选出立法委员所制定的法律 那依法行政要什么 要有这两个原则 第一个叫法律优位 第二个叫法律保留 那其中同学 法律保留老师已经 今天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在这一堂课 只要是法律保留的 可不可以以命令为之 不可以 那什么叫法律优位呢 好 那同学 法律优位呢 来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版面 来同学 所谓法律优位 来同学 你看一下这个版面 所谓法律保留就是 有关国家机关组织 人民权利义务 保留由立法院所制定的法律为之 不可以命令为之 必须法律为之 不可以命令为之 那什么叫法律优位 就是下位阶不能抵触上位阶 所以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命令不能抵触宪法或法律 这个叫做法律优位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同学回到你的课本 第三页 所以第三行中间 所以我们为了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这个行政行为不会侵害到人民权利 所以这个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必须依法行政 而依法行政必须遵守 法律优位跟法律保留 好 再来第四行 并且同时要建构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 所以同学 审判机关也不可以随便乱审判 这审判机关要依法审判这个法 也是人民选出立法委员所制定的法律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呢 独立的一个司法审判制度呢 人民权利受到侵害时 有司法机关来做一个救济 好 此外对于法律内容 则有要求呢 倒数第二行后面画起来 有法律的明确性原则 法明确性原则 我们之后会讲到 还有不溯及既往原则 这个我们也会讲到 还有信赖保护原则 这个我们也会讲到 所以这些都是整个法治国的内涵 好不好 所以同学 总括一句 整个法治国的内涵 就是第一个 要权力分立 避免有些国家权力 集中在某一个机构上 所以我们要权力分立 而且互相分立跟制衡 再来行政机关跟审判机关要依法行政 OK 最后呢 整个法治国的原则 还要遵守倒数第二行后面 法明确性原则 不溯及既往原则 跟信赖保护原则 那同学这样可以吗 好可以之后来 同学你看一下第一题 精选试题 第一题 第三页的第一题 有关权力分立原则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来 A 权力分立原则 是法治国原则的一个要素之一 同学这个没有错 A答案就对了 法治国除了权力分立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要有什么 要法律优位跟法律保留 OK 还有审判机关要依法审判 而且人民可以透过审判机关 来做权力的救济 OK 然后最后要法明确性 不溯及既往性来保护 好不好 这是整个法治国说的原则 来同学看B 最早提出权力分立原则的是洛克 同学不是孟德斯究 孟德斯究是最早提出三权分立 哪三权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 所以同学西方的这三权 就是由孟德斯究所提出 但是最早提出这样的一个权力分立概念是洛克 是洛克 OK 好 来 那同学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立法权不得侵犯行政权 这是什么原则 同学 我们权力分立 而且互相制衡 有没有 各有各的权力范围 而且互相制衡 这是权力分立原则 所以第二题答案是C 第三题立法院曾制定319枪击案真详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 但是呢这个条例是立法委员赋予自己的权利哦 被司法院大法官宣告违宪 因为他侵犯到了监察院的职权 所以呢 那为什么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会宣告违宪呢 这是一个权力分立原则的一个什么的一个违反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同学 那第四题有没有 关于权力分立原则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 中央跟地方之间就是一个垂直的分权 来同学你看一下 同学你看一下 一般权力分立同学看一下版面 就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这五权权力分立 它是水平的权力分立 但是同学这边是中央机关 行政院底下还有省直辖市县市 有没有 好 那同学 所以行政院底下这边就是立法机关 所以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 它是一个垂直的权力分立 那行政院跟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 是一个水平的分立 好吧 好 所以同学 以上这个第三页的军选试题 那同学 这大致上行政法上的概念 老师也大略稍微讲一下 让各位同学做个了解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可以之后呢 来 那同学这个版面 我再操作一个东西 好 再操作两个东西 那我们先暂时就把第一页的宪政体系 先做个结束 来 那同学 行政院 那同学行政院内部有14部8会 好不好 这是中央 中央机关 所以行政院跟各部会是中央机关 那行政院底下有什么 有两个地方机关的系统 一个是直辖市系统 一个是县市乡镇市的系统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同学 那这一些呢 这些是地方机关 这里是地方机关 然后这里是中央机关 好 这里是中央机关 好不好 好 所以行政院各部会是中央机关 然后行政院底下 有两大地方机关的系统 有直辖市的系统 有县市乡镇市的系统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同学立法院我们知道了 OK 好 那同学 那我们看一下司法院 来同学 司法院底下有大法宽会议 有宪法法庭 OK 同学 这将来你们宪法老师会讲到 来 现在重点来了 那司法院底下有三个法院系统 有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 同学 这三个称为普通法院系统 OK 好 再来有什么 有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同学 这个叫做行政法院系统 再来是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所以同学记住 司法院底下有三个法院 其中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 又称为普通法院 好 所以同学我们常常在讲 民事诉讼刑事诉讼 第一审在地方法院 第二审在高等法院 第三审在最高法院 所以整个普通法院 掌理民刑事诉讼 掌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 又称为三级三审制 再来同学 如果国家跟人民之间 有纠纷的话 那我们就打官司 打到行政法院去嘛 所以同学 这边有行政法院的系统 再来同学 你将来成为公务员的时候 如果你有违法 失职废纸职务 就把你送到工程会去 因此司法院底下 有三个法院系统 再一遍 首先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是普通法院系统 在中间是行政法院系统 右边是公务员 惩戒委员会系统 这三个都是我国的法院 这三个现行法院 好 那老师要讲什么呢 来同学 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这个我们又称为普通法院 那地方法院配置一个检查机关 叫做地方法院检查署 高等法院配置检查机关 叫做高等法院检查署 最高法院配置 最高法院检查署 OK 那同学 那地检署高检署 最高法院检查署 是隶属于行政院底下的法务部 OK 所以同学 一般我们犯罪 检查官就办侦查 所以同学 检查官在那边办侦查 侦查如果犯罪证据 确凿的时候 就向这个检查机关 所配置的法院 提起公诉 起诉完之后 法院就来做一个公正的审判 那法院判决确定之后呢 再回到检查机关来做执行 所以同学 这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四大流程 所以会涉及到检查机关 所以来同学这边再一遍 检查机关 首先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动 那同学 第一个就是检查机关的侦查 第一个就是检查机关的侦查 好 再第二个 如果侦查犯罪证据确凿的时候呢 检查官就向他所配置的法院提起公诉 好 那法院呢 就开始 法官就是一个公正的一个第三人 然后呢 检查官是原告 然后这个被告在整个法院上做一个什么 公访 所以第三个来到审判 来到审判 区域罚金 这些执行又回到检查机关来做执行 OK 所以同学 这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四大程序 再变 好 在检查机关里面 一 侦查 二 起诉 然后起诉完之后 在院方 在地方法院 高中法院 最高法院 在院方里面做三 公正的审判 好 那判决 确定了 确定了 再回到检查机关来说 是 形式上的执行 例如死刑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拘役罚金 OK 所以呢 院方跟检方是一个配置的关系 虽然地方法院配置地方法院检查署 但是地方法院隶属于司法院 但是地检署隶属于法务部 好不好 所以同学 他们虽然是互相配置 但是互不隶属 这样可以吗 好 以上 这有关于我们常常在讲院方跟检方 老师做一个大致上的一个介绍 好不好 所以呢 有关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我们通通交给普通法院 由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这三个层级法院组成的 名称我们叫做普通法院 所以它是三级三省制 OK 好 那同学 现在就 现在不要棘手的是中间的行政法院 好 同学 行政法院在民国101年 行政诉讼法 修法之后 就不一样了 来同学 这边有个行政诉讼法 第三条 之一 超级重要 来同学 我们看到行政诉讼法 好 来 第三条之一 来 第三条之一 你看 办理行政诉讼的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亦为本法所称的行政法院 哇 同学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整个地方法院内部 好 来同学 看一下版面 整个地方法院内部 除了有民事诉讼庭 刑事诉讼庭 还有办理其他 其他特别法规的专业法庭之外 整个地方法院在民国101年 再增加一个叫做行政诉讼庭 所以同学 这个空格你把行政诉讼庭填上去 所以地方法院也增设了行政诉讼庭 而这个地方法院呢 所增设的行政诉讼庭 也是属于行政法院 也是属于行政法院的一种 OK 所以呢 同学 这造成什么呢 原来的行政法院 只有两个层级 就是高等行政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 以前的行政法院是二级二审制 现在的行政法院已经有三个层级了 同学拿三个层级 第一个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在高等行政法院 在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行政法院也变成三个层级了 但同学这边小心 如果行政法院 他所走的 他所走的是检疫程序的话 同学记住哦 如果行政诉讼所走的是检疫程序的话 第一审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第二审在高等行政法院也是中审 所以同学上不去咯 所以检疫诉讼庭 第一审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第二审也是中审 也是最后一个审级 叫做高等行政法院 好 如果行政法院走的是通常程序的话呢 第一审在高等行政法院 第二审在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同学 整个行政法院的审级变成三级二审制 所以同学他变成三级二审制了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同学可以之后呢 来 那同学我们继续看行政诉讼法的第四条 来 你看一下 所以行政诉讼法第三条之一 再看一遍 办理行政诉讼的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也是本法所称的行政法院 所以行政法院变成三个层级了 OK 其中在地方法院设个行政诉讼庭 来同学看第四条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违法的行政处分 好 比如说同学你收到国家的行政处分 那同学你认为这个是违法的 也损害到你的权利了 比如说同学你缴完税之后 隔一阵子收到国税局 寄给你的补税通知单 那同学这个就是国家对人民的行政处分 要求你去补税 结果同学你一看不对啊 我明明都已经老老实实的缴完税了 而且怎样 而且计算的也都确实啊 所以你认为这个国税局给你的补税通知书 这样一个行政处分是违法的 是侵害你的权利的 那同学你不服 你可以提什么 你可以提宿愿 好 所以同学你就可以依宿愿法提起宿愿 那同学这个宿愿就是什么 像做成这个行政处分 这个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来提宿愿 好 所以同学比如说国税局 国税局底下的一个地方的税捐基增处 比如说一个区的税捐基增处 寄个补税通知单给你 那同学你认为这个补税通知单 这个行政处分是违法的 而且侵害到你的权利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提起宿愿 你就向这个税捐基增处的一个上级行政机关 来提起宿愿来声明你不服 OK 好 那同学那你提起宿愿之后呢 结果这个上级的 做成这个行政处分的上级行政机关呢 仍然维持原来的决议 或者是提起宿愿超过三个月 他不为决定 或者是他告诉你说 我们在延长宿愿的决定 超过两个月不为决定 这个时候呢 同学只要这三个情形 你提起宿愿了 恐怕情 第二个 你提起宿愿了超过三个月 结果这个做成行政处分的上级机关 经过三个月仍不为决定 或是同学他延长宿愿决定 延长超过两个月不为决定 这时候同学你就可以向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OK 好 所以同学打行政诉讼官司 要到行政法院 没那么简单 首先第一个 同学看版面 首先第一个 国家机关给你的行政处分 同学你认为违法了 而且侵害到你的权利义务了 这时候呢 你要先走宿愿程序 这个宿愿就是 对于 对你做成这个行政处分 这个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 提起宿愿 那如果这个上级行政机关 维持原来的一个决定呢 或超过三个月不为决定呢 或延长宿愿 然后又超过两个月不为决定呢 这时候同学你就可以打行政诉讼了 但同学打行政诉讼 如果案件是检疫程序的话 那同学第一审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 第二审也是中审在高等行政法院 但同学如果它是一个通常程序呢 第一审就是高等行政法院 第二审是最高行政法院 好吧 好那同学 整个行政诉讼就成为三级二审制 OK 好那同学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行政诉讼法 第三条之一 那右边呢 右边老师给你几个行政诉讼法的条文 这些条文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要打检疫程序 好那同学 你在这边写一下 写229条 写229 再写175 再写294 再写300条 305 再写237条 之一 之二 好不好 同学这几个条文 就是适用检疫程序 好来同学我再讲一遍 来行政诉讼法 第三条之一 告诉我们说 地方法院设行政诉讼亭 那整个行政诉讼法 有告诉我们说 哪些 哪些 诉讼案件 要打行政诉讼的检疫程序呢 有229条 有175条 有294条 有300条 305条 有237条 之一 237条 之二 OK 这一些呢 通通都是检疫程序 那既然是检疫程序 就是由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为第一审 好同学这几个条文 老师不可能带你看 但是我只带你看229条 好来同学看下版面 行政诉讼法229条 来同学看下 适用检疫诉讼程序事件 同学只要是检疫诉讼程序事件 第一审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 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好不好 来同学看第二项 下列各款行政诉讼事件 除本法比有规定之外 适用本章的检疫程序 同学既然是检疫程序 所以第一审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 来第一款 关于 同学刚才老师讲的税捐基增处 如果你国家要求你补税 这个税捐科征的一个诉讼 是40万元以下 所以同学只要是40万元以下 适用检疫程序 同学换言之呢 只要是40万元 40万零一块呢 就是通常程序 这样开吗 所以有关税捐科征事件 第二个 不服行政机关 40万元以下的罚还 也是检疫程序 第三个 公法上财产关系的诉讼 比如说同学欠国家钱 这叫公法上财产关系的诉讼 40万元以下 也是适用检疫程序 再第四个 不服行政机关 所谓的告诫警告 祭典祭次讲习辅导 比如说同学你酒驾 就给你祭典 给你个警告 或是要讲习辅导 而这些轻微的一个处分 设送者 那同学这个也是检疫程序 第五个 关于内政部入出国移民署 同学只要是一个行政收容事件 这也是属于检疫程序 然后这些要合并 请求损害赔偿 第二个 其他依法律规定 适用检疫程序 所以同学 这六个 就是告诉我们 整个行政诉讼 要适用检疫程序 所以同学 只要跟税捐 激增 有关的 40万元以下 就是检疫程序 所以来同学 最后老师讲一遍 所以同学 最后再复习一遍 这边我就快速要把它结束了 所以同学 你收到税捐激赠处 给你的补税通知单 比如说要你补税30万 这个行政处分 这个通知书下来了 那同学 你对于这个税捐激赠处的 上级行政机关提起诉论 结果上级行政机关 维持原来的决议 或超过三个月不为决议 或是延长诉论 超过两个月不为决议 这时候同学 你才可以打行政诉讼官司 那到底是走检疫程序 还是通常程序呢 同学前提 这个补税通知书 是要补多少 补30万 所以既然是补30万的话 它是适用检疫程序 所以第一审在地方法院 行政诉讼庭 好同学 如果叫你补税补50万元呢 那同学 补50万元的话 它就是通常程序 第一审在高等行政法院 同学你听得懂吗 好 所以同学 这个行政处分 如果是跟税捐设送有关的 税捐激赠处 这个设送有关的 如果是30万元 经过诉论之后 那同学第一审 它试用检疫程序 如果是30万元 是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如果是50万元呢 因为同学已经超过40万了 它就是通常程序 第一审在高等行政法院 那同学这样懂了吧 好不好 所以同学 这一些是用地方法院 行政诉讼庭的行政诉讼案件 条文有行政诉讼法 229条 175条 294条 300条 305条 还有237条之一之二 同学237条之一之二 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好不好 只要跟道路交通管理有关的 都是检疫程序 都是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好吧 所以同学 整个行政诉讼就变成三级二审制 那同学这样可以吗 好可以之后来同学看到右边 司法院底下的第三个法院 叫做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好那同学 那你要进入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首先要由监察院 将这个公务员提弹河 所以同学 公务员只要有违法执行职务 或待遇执行职务 或其他失职行为 再来同学 非执行职务违法行为 但是严重损害政府的名誉 比如说这个公务员 他去喝花酒 去嫖妓 有没有 那同学 虽然不是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 但是他严重损害政府的名誉了 这时候公务员 也可以什么 送到工程会里面 去做惩戒 好不好 所以监察院 首先对公务员提弹河 送到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去 来那同学 你这边 小心记住 同学 由监察院将这个公务员 送到工程会去 必须是检任官 检任实职等 才透过监察院 所以同学 这一条虚线 你再写检任实职等 以上 所以同学 只要是检任官 同学一般我们公务员 有分成三个 有委任官 有监任官 跟检任官 那同学 委任官就是 委一到委五 检任就是 检六到检九 那检任官呢 是公务员最高的官阶 检任实职等到 最高的实识职等 所以同学 检任实职等以上 由监察院 提弹河 送到工程会 那换言之 委任跟检任呢 不用经过监察院了 所以同学 这一条虚线 只适合检任官的公务员 那底下的委任官 跟检任官呢 由你的主管长官 把你送到工程会去 那同学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好来 那同学 你看一下版面 所以我们公务员 官等分成委任 检任 检任 直等呢 有1到14个直等 所以官等配上直等 委任就是委1到委5 检6到检9 检10到检14 OK 所以同学 只有检任官 我们才由监察院 提弹河 通过之后 移到工程会去 所以同学 只有这个监任官 必须经由监察院 提弹河 那其他的委任官 跟监任官呢 需不需要再经过监察院 不用了 由你的主管长官 直接把你送到工程会去 那同学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同学 那因此送到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之后呢 工程会就可以对这个公务员 做出九种惩戒 同学在旧法里面叫做 撤修 降检 寄生 同学 撤职 修职 降检 减凤 寄过 申戒 同学在旧法里面有 撤修 降检 寄生 OK 那同学 公务员惩戒法修正之后呢 再加三个 再加三个新的惩戒内容 那这三个很重要 这三个老师给他口诀 叫做免拨款 免拨款 同学是什么 免是什么 免职 你看这红色就是新增的 免职 就是剥夺你的退休金 同学为什么要剥夺你的退休金 或是停止你的退休金 因为同学 有些公务员他退休之后 我们才发现 他在任职期间 有违法执行职务 有待遇执行职务 有其他私职行为 这时候同学没有法规可以把他退休金做剥夺嘛 所以呢 新修正的公元承见法里面呢 只要你 你虽然已经退休了 或是 后来我发现你任职期间 有一些违法私职的行为 还是可以把你的退休金做剥夺 那个款是什么 是罚款 是罚款 好那同学 口诀呢 免拨壳 同学这个款跟那个壳很像 同学什么叫免拨壳呢 同学 大家都应该知道花也菜难 激刚老师吧 OK 那老师跟激刚老师呢 一起吃 一起去吃海产的时候呢 那同学 老师有个特权 同学 有一道海产 我们最不喜欢吃 就是虾子 因为虾子要剥壳嘛 那剥壳就会沾到你的手嘛 那同学 很麻烦嘛 那每次老师跟激刚老师去吃海产 只要有虾子的时候呢 老师都不用剥壳 因为 因为激刚老师会剥给我吃 好不好 免贝卡 免剥壳 免剥壳 好不好 免 免值 剥 剥夺退休金 那个壳跟那个罚款的款 很类似 所以免剥壳 免剥壳 好不好 所以激刚老师会剥虾壳 给李源老师吃 好不好 怎样 羡慕吗 嫉妒吗 来啊 咬我啊 咬我啊 OK 好 所以同学 记住 公务员承见委会的九个承见 撤修降减寄生 免剥壳 撤修降减寄生 免剥壳 这个壳跟款一样 就是罚款 好不好 撤修降减寄生 免剥款 好不好 那同学 那这样起来了吗 OK 好 所以同学 以上 首先这个第一页 整个宪政体系 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大致上 我先做 第一个阶段的理解 那同学 后面相关的 法学知识的推论 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宪政体系来 因为它是一个最上位阶 从最上位阶才能做一个逻辑推论 才可以把法律知识推论出来 才可以把法学序论的答案 用推理的推出来 好不好 所以同学 之后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功力 同学 这个功力不是我赋予给你的 是你了解上位阶之后 你对于法学知识 你自己 老师不用教 你都可以推论出来 OK OK